我国在上两届东南亚运动会中的花式游泳比赛表现亮眼 吸引越来越多本地人参与这项运动 过去一年本地的花式泳将从120名增加到了170名 而俱乐部也从之前的4家增加了1倍到8家 我国花式游泳女将在上届吉隆坡东运会上赢得两金两银和两铜 激励新一代泳将投身这项运动 我国花式游泳少年队早前也在印度举行的亚洲分林游泳锦标赛上 夺得一银两铜 教练表示要掌握这项运动并不容易 因为学员必须具备体操 芭蕾舞和游泳的基础 今晚如此 教练还是认为 我国团队距离奥运舞台仅差一步之遥 我国东运冠军苏丽菲和杨新将在六个月后的东京奥运资格赛上 争取实现奥运梦